作词 李宗盛 关注生活 让自己变得快乐 放弃蜘蛛 天气就会变得不错 每次走过 都是一次收获 还在什么最对的选择 过去的照样他过去吧 别管那是一个玩笑还是玩话 路在脚下其实并不复杂 只要记得你是你呀 我还是从前那个少年 没有一丝丝改变 时间只不过是考验 存在心中信念丝毫未见 眼前这个少年还是最初的唱片 面前再多阵线不退却 So never never give up like a fire 换句生活让自己变得快乐 放弃去除天气就会变得不同 每次走过都是一次生活活 还懂什么错对的选择 过去的照样他过去吧 别管那是一个玩笑还是玩话 路在脚下其实并不复杂 只要记得你是你呀 我还是从前那个少年 没有一丝丝改变 时间只不过是考验 存在心中信念丝毫未见 眼前这个少年还是最初的唱片 面前再多阵线不退却 So never never give up like a fire 我还是从前一丝丝丝毫未见 我还是从前那个少年没有一丝丝改变 时间只不过是考验 存在心中信念丝毫未见 眼前这个少年还是最初的唱片 眼前再多阵线不退却 So never never give up like a fire 我还是从前那个少年没有一丝丝 从前那个少年没有 哈喽 大家好 欢迎来到的vlog 这是我在新西兰第17支vlog 已经很久没有跟大家在视频前面见面了 因为有lockdown的原因 然后整个这一将近一个月的时间 基本上都是在家里 我吃了这段时间的话 也是在不断地充实着自己 然后也是购入了一个自己喜欢的镜头 这个视频也是由我这个新购入的镜头 以及我之前的镜头一起拍摄完成的 然后也是趁着为数不多的一两次出门的机会 拍了一点素材 然后就做成了这个短片 也是希望大家喜欢 那么这一个月呢 其实的话其实也算是过得挺快 然后现在已经到了第三周 这期间的话 基本上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家里待着 然后的话基本上每天都是 大部分的时间一个是对的电脑 也没有干涉什么其他的事情 每天的话在电脑上面看教程呀 然后学习 然后就是看别人拍的视频 其实每一天也是过得挺快的 其实在这段时间的话 看到很多优秀的作品 然后的话看到别人的进步 我就会觉得自己已经进入到自媒体这个行业 已经一年多的时间了 然后的话其实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有没有进步 也不知道 因为自己的东西并没有被很多人认可 然后也没有得到尽量多的去传播 所以的话不知道自己现在做到这个状况 到底是怎么样子 然后其实有的时候也挺会去怀疑自己的 不知道自己到底坚持的目的是什么 然后一直在做这个事情 然后也会去想究竟是继续做下去 还是说会换个思路 或者是说就 但是我肯定会坚持去拍了 因为我真的是非常喜欢这个拍摄这个事情 所以我肯定会去拍 对 然后的话至于接下来的究竟会怎么样的话 我也是会一步一步的去想清楚自己 接下来到底应该怎么去拍东西 希望自己能够越来越明确吧 反正现在就是不断的在探索 就尝试各种可能性 然后我会去拍这个也会去拍那个 就是只要有可能的东西 我都想要去拍下来 这段时间的话也学了一两个小小的 就是编辑的一些技巧和一些调色的东西 调色方面的东西 就觉得自己但是整个的这个从 不管是从拍摄剪辑还有就是整个这个流程下来的话 我还是有很多地方不够熟练和不够就是技术不够到家 因为我听说过一句话 技术就是你的下限 然后你的想法就是你的上限 虽然说现在有很多的想法 可能我的技术不太新 有很多想法就没有办法去实现 所以的话我还是需要更多的去提升自己 需要更多的去拍的更多 然后的话不断的去作文节 然后就希望自己以后也能够越来越好吧 不知不觉三周已经过去了 接下来的话也就是在20号也就是明天 然后新西兰的总理呢就会宣布 新西兰是否会下调等级到三级 时候的话可能会稍微松一点 然后我们可能会出门就不太会有限制 或者是说也就是维持现状 还是四个第四等级 然后的话我们还是必须再加低居加隔离 这个我们明天然后我们就会知道了 然后现在的话就基本上就是等消息 那么之后呢可能新西兰整个这一 今年的话我预测的话整个今年的话 可能就是不会经济都不会复苏到像之前 就是说整个疫情来之前的那个水平 可能整个这一年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说的话其实因为它的边境是不会开的 所以说今年这一年的话对于旅游业的话 其实是负一场大的打击 然后的话整个旅游行业的话 应该是都会比较惨的 所以很有可能我在整个洛克达结束之后的话 也会面临失业的状况 那么之后呢我也不知道之后会发生什么 所以说大家都拭目以待 这个呢是在疫情期间拍的唯一的一个视频 然后的话这一期的视频 特意用的BGM的话也是最近比较火的一首歌 也是希望能够免得自己吧 就是说找回自己的初心 然后继续坚持下去 也希望每个人都能够保持初心 然后的话下一个视频是什么时候 我现在自己也不知道 至于主题是什么我现在也不知道 就只有的明天的整个的lockdown 就是明天的总理来宣布说是否会结束 第四等级下降到第三级还是说 持续的去封闭 我们才知道以下来的安排 所以现在的话就是没有安排 视频看到这里的话 你们肯定是我的big fans 非常非常的感谢 也是希望大家能够继续的支持我 我也会说去尽量发挥我最好的水平 去呈现每一个视频 因为我真的不想是说为了更新而更新 之前是说来新西兰的时候 给自己定下了一个目标 就是说每一周拍一个视频 然后一年54周要拍54期vlog 按照现在这个状况的话 已经过了五个月我才拍了17期 所以我觉得我很有可能拍不到54期 我看能不能拍到40期或者30期 我就非常感谢了 所以就也是希望自己加油吧 不管怎么说我也会一直做下去 虽然说看的人不是很多 我在说的话 起码每一次我都是用心的在呈现 也是希望能够有越来越多的人认可吧 OK 不管怎么说 我们都是希望越来越好 也是希望看视频的你 也能够越来越好 在你喜欢的行业 在你喜欢多的事情上面 你也能够越来越好 然后的话也是希望大家不能够每天开心 OK 那么这个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 我们就下个视频再见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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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